欢迎大家今天来到这个讨论会 叫做艺术家教育工作者 艺术实践与教学方法的教会 我是Christina 尼尔文 今年这属里与试者 香港在威尼斯的客席策展人 这个周末一年两天 我们就举办了为了配合今年 西九路文化区 Amazon是香港艺术发展局 攜手呈现的展览 在威尼斯加举行 以及未来2020年下年的5月 于Amplus展庭举行的会议展 之在是用不同的角度 设认和理解 借属里的丰富艺术实践 昨晚我们有一个讨论会 就回顾了过去三年 和今年的香港观的历史 今天这个讨论借属里 就会和同样系艺术家 兼教育工作者 去探讨一下教学与艺术的交集 以及混合媒体 会界艺术家 如何在他们的教育 伸延到自己的艺术实践 这一场小组的讨论 是艺术家兼教育工作者 同行的交流平台 我们很荣幸邀请到 香港四位 从本地、香港和外国 不同的时代 接受艺术教育 亦都不同的背景 装置、混合媒体的艺术家 分享他们各自的教学方法 我会首先介绍一下 今天的流程 今天我们每一位港者 就有五至八分钟的时间 去做一个presentation 然后会有大概一个小时的 讨论和Q&A的环节 我会顺序介绍今天的嘉宾 首先我们有谢淑莉 现在住在洛杉矶的香港艺术家 亦都是今年代表香港 参与第五十八届 威尼斯商言展的艺术家 她的创作涉及雕塑、装置、摄影、文字等媒介 谢淑莉在九零年 就在香港中文大学 公道这个艺术系 文学士的时候 参与了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 海外教育计划 96年获得加州 Pasadena艺术中心设计学院 颁发的碩士学位 从2001年起 她身为CAL ART的其中的教职员 最近被英名为 罗伯德菲茨派翠特的艺术总监 然后我们就有梁美萍 她在欧洲和美国接受艺术教育 分别于美国加州 CAL ART也都是 还有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 获得艺术碩士和学士 2009年于香港中文大学文化 和宗教研究 获得文化研究哲学的博士 她的创作以概念性的装置为主 横跨装置 公共和社会艺术 表现性记录的录像 和混合媒体等的范畴 梁美萍现在实惠 这个香港证会大学 视觉艺术学院的教授 和视觉艺术研究与发展中心的主管 第三我们有黄慧妍 黄慧妍毕业于中文大学的艺术系 然后就在英国列治大学 获得艺术碩士 她现在在中大艺术系 兼任这个讲师主要是教授的掃描基础 黄慧妍业于运用不同的媒介创作 包括绘画、雕塑、拼帖、装置和摄影 我们最后就有我们的嘉宾文晶瑩 文晶瑩是一个多媒体的艺术家 独立策展人 在香港城市大学创演媒体学院 身为副教授 也都是文学士科程的主任 除了以上四位的嘉宾 我们也很开心地荣幸邀请到张嘉莉 做我们今天讨论的主持人 艺术家张嘉莉是香港艺术空间C&G 艺术单位的联合创办人 身兼艺术导家、艺术总监、艺术团体 226工程的核心成员 以及在各大学 例如城市大学的创意媒体学院 浸会大学的视觉艺术学院 以及中文大学等等的地方兼任这个港司 我现在就想邀请Clara上台 简单讲一下我们的讨论会议题 有请 谢谢Christina 很感谢大家今天来到 我们今天的讨论是关于艺术实践 要教学法 所以可能第一个问题 大家会想到就是 艺术有没有可以教的呢? 是不是很空泛这个话题? 所以其实我们四位今日的讲者和同学 之前都在电邮里面 也有见过面一起在招牌那一刻 于是我们就有三个主要的重点 就很想邀请他们四位 首先做了Presentation 做了先的 去介绍先的 有一个第一个key word 大家都会觉得很有趣 因为其实在这个email讨论里面 大家就come up 了 我觉得这个是重点 就是unlearning,unprogramming 怎样译作中文好呢? 就是将你以学的东西去除 拆除,拆解 再建构可能 之后的意思可能是要再建构 他们会对这个关键词很有兴趣 然后第二个和第三个重点 就是真的很关乎教学上的实践 究竟他们怎样写这个curriculum 怎样写课程 究竟他们怎样做assessment 怎样做art critique 就是会否在课堂里面 都会跟学生讨论 好与不好呢? 是怎样定的呢? 我们就很想邀请他们 首先回应 在这几方面做一个回应 而刚才Christina也有 介绍过他们的背景 其实可能大家已经想象到 一种串联 原来呢 又在香港又在美国 不同的地方 他们都有不同的交会和商会 我们稍后可以在讨论会里面 再谈多些 大家对这个交会里面 有没有拆除更多的火化 好 那我首先邀请Shirley 谢谢 好多谢今天大家来到这里 我也多谢这个主办单位 给一个这么好的机会 我们和其他的artists 也都是有教书来做这个交流 我想说 对应刚才Clara说的三个key word 首先是unlearning 或者deprogramming 我想说 我也是 好像Christina也有说 我在香港受到艺术教育 在中学 读过这个设计 大学在中大艺术系 畢业 那个年代的共识 就是如果你学习 需要跟随着一种程序 一种程式 就是譬如说 你学了基本才学 这个俊佳 又学了这个巨像 才学抽象 当我去到美国读书的时候 甚至乎教书的时候 就不会再用这一套 因为我会觉得 绝对是可以 教了或者学了 抽象之后才学到巨像 其实那个重点是因为 每个人的学习的方法都不同 所以不可以用一个 一个程式的程序 去套着每个不同的人 那我在CAL Arts 这间学校 做过这个艺术主任 三年里面 最深的经验 我觉得一个艺术系 其实最重要的是 是懂得如何很清楚 去写出自己的教学方法 我想在美国 跟香港 甚至乎全世界都是 现在这个高等教育 尤其是艺术教育 越来越企业化 商业化 即使非牟利 都用了一些很牟利的方法 去刑作 在外面的要求 很多时候都需要 用一些很量化的方法 去写教学的成果 但是我和我的同事 在我的学校 都对着这些外面 给我们的问题 我们很多时候 都不会直接回答 因为我们知道 这些问题背后 是一种假设 一种假设 一种假设 一种价值的判断 很多时候 是会很单向性的 而且会觉得 学生可以互相比较 因为每个学生 都有不同的学习方法 和表达的能力 我们是不会一致性的 在这个 作为administration的方向 我们已经不会直接回答 给我们既定的问题的时候 我在课堂里面 也会继续这种开放性 我教书的时候 其实是很尊重 告诉学生 你学习的方法 你如何评设 你自己的标准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那个重点 不是跟某一个方法 而是让他们知道 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而是教他们 如何去找自己的路 去选择自己 适合于他们的那种判断 所以 其实到最后 是想教他们 如何教自己 Auto Didact 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如果他们懂得 如何教自己 他们就会有一种能动力 有一种 agency 因为有这种能动力 就不会服从一些既定的模式 就可以像Claire那样 去建立一些东西 去创新自己的典法 有这种东西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在这个21世纪里 跟同伴一起 有一种可持续性 一个sustainability 这些就是键语 其实我教了很多年之后 比如五六年之后 才发觉 再看回自己的研究 我的学校 其实是有一个历史 它是有一个 叫做radical pedagogy的历史 我自己也被他匕染了 之后才发觉 譬如你如何定义这个professional 不是说 因为你教别人给钱 你叫做professional 而是你自己非常肯定 你所做的是有意义的事 这个就叫做 The real artist must progress 这一页也是一本书 是修论了早期的 CAL Arts的radical pedagogy的历史 其中有一个院长 说了一个很经典的句话 叫做 No information in advance of need 意思就是说 那些学生不需要你教 你是不用教的 那些学生没有叫你教什么 你是不需要讲什么 你要等到那些学生 告诉你 我要学这件事 你才要去教 第二个范畴 就是说 你如何定义自己的教育 我最初教的时候 其实都会说很多 我自己的研究 有兴趣的东西 但是教了19年之后 我发觉 我很想教一些 著重学生 自己如何制定内容 所以你看我的教育 第一句就是说 我学习是没有教育 因为我会收集所有学生 我要知道 每一堂教育的学生 都是不同的 所以我不可以预先 猜想他们想学什么 等到他们的身体 真的在学习中 再问他们 你们想学什么 你便问 然后我们便会讨论 有十二个学生 可能会提出了三十六个问题 然后我们讨论 咦 已经有三十六个问题 应该先回答哪个 然后在这个讨论过程中 他们就会认识 如何认识 如何认识 到最后整个理论的方法 其实是一种公民教育 是一种私教育 第三范畴就是想说 如何教学生去评估 如何才能成功 这个作品如何是好 或是坏 我教过Critique class 我不喜欢Critique 这个字眼 我最喜欢articulation 这个字眼 因为articulation 这个字眼 是不会太着重于 说评审的 是比较开放性的 因为你太着重于 这个评审的时候 好像说 这件好 这件不好 这件成功不成功 好像就已经觉得 每个人都已经知道 那个评审的表现是什么 但其实不是的 你觉得好的 你旁边的同学觉得 未必好的 你觉得这件事是有问题 你旁边的同学 未必觉得有问题 因为大家的价值观 可能不同 所以 我会教他们 如何去说出 他们自己 如何离定自己 觉得成功的标准 所以花了很多时间 去说出标准 然后大家去作比较 所以很多时候 是不同意的 但是目的 是令到他们 同意大家有不同的方向 这个字 也很有意思 因为在人体解法学中 是说的 关节 或者是如何 将一些不能移动的东西 因为关节的问题 可以移动 所以我们在教学的时候 也会将一些 很死板的东西 可以用这些方法去灵活化 然后就是将我们在理论 学回来的时候 在做的时候实践 因为时间问题 我不再说太多 因为我们要说出 我们如何离定自己的标准的时候 我也借用了其他的理论 一种方法 其中一种叫做NVC 就是 Non-Valent Communication 因为它将观察和情感 分开了 所以你不会放太多判断 去观察里面 最后我想和你分享一个图片 譬如我们 这个就是判断的情况 你看到 除了人类之外 也有动物 很多有猫 有狗 然后我 譬如 要教一些理论的时候 要叫他们看一些文章的时候 因为我想将这个理论 在学习的时候 例如他要读一篇文章 要读一下Jeff Koons 是什么 那个是什么 看不出 我也忘记了 我会将他们做一个代入 role playing 所以他要扮演 Jeff Koons 他会扮演Emilia Jones 那时候 他就会 由这个artist 或者这个theorist 的角度去看 咦 他们真的要这样说 这样说 但其实我不同意他这样说 他就会很清楚地看到 大家有不同的approche 我想我先说到这里 接着再继续 谢谢 谢谢 这次的talk的机会挺特别的 因为我可以见到几个朋友 我们做教书人 其实要忙于很多不同的事情 就是很多行政 令到我们有机会 是因为这个talk 而聚在一起 聊到一两次 因为我针对整个题目里面 去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当我接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尤其是关于unlearning and programming的时候 我会觉得un这个un 这个字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什么的意思 或者对学生来说是一个什么的意思 或者是我们在整个art scene里面 究竟亦要求些什么 我们去处理 或者去经验我们这个世界 因为这个是learning 和programming 这个字眼 基本上是在一个教育 和系统 和一个学院里面 然后会出现 那我就想一下 un 那部分 是什么 我比较是着重这些 就是 教育机制究竟出现了问题 什么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 其实已经是不断的 无论它的前台词 是一个纯粹art education 但是引伸到后面 其实有很多 我们觉得是一个建制 在学院里面 所出现的问题 如何适应了一些新的学生 他们面对自己的未来 或者我们怎么去 去define 一个education 对artist的影响 无论在先生里面 或者在学生里面 其实学生一直都在问 一些问题 或者他自己在做一些 自己的反应的时候 我们怎么用这个 un 一个暗字的角度 去回应这个问题 接着呢 就是art and education 如果我们要把art and education 究竟它等于什么 原本它可能是两个字 但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一起 我们怎么理解 因为当然 你这么说art 其实已经出现了很多 个问题 可能在美学上 出现了很多很多的争论 但art education 是什么意思 我可不可以说art 是要独自自己 成为一个体系而存在 这个我们可以简单去说 是不是可以的 它是否一个知识的体系 如果它不是 它是什么呢 我会用education的角度 去看art的整个perspective 另外就是art education的知识 它转移的方法 而获得去思考 去指示art的论述 是不是可以这样 还有就是 education的方法 其实也是很多渠道 那个渠道 除了学院制度 是不是就是指一个 叫做unlearning 或者unprogramming 这部分是否我们 所要指涉的 然后我们可以 继续去谈论 另外一些问题 另外就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 art 不要education 那是什么呢 或者是art 从来不需要谈education 或者是art 自己本身 没有一个education 如果我们用一个 叫做減了education 的话 曾经这个education 在art里面 它出现过 什么的influence 以及它的影响 它有没有这些东西呢 尤其是在命题开始之后 就有一个叫做相关art education 我们减去education 就不只是说 正如art的问题 在我们今天的 discussion 或者整个方向 讨论的问题里面 反而如果是art 如果没有education 是否可能 这里是否重新要去定义 什么是art的问题 我不打算在这里 要去做一个美学上的方向 但是也不是等于我们要讨论 就是九龙皇帝 曾造才在公共的图丫里面 它自身不是一个非教育的方向 它是不是有一个 叫art education的道向 或者是普通人生的道向 如果在art education的范畴 我们说它可能是一种自学 或者是自法 甚至乎有一个字眼 叫做天才式的东西 那我是不是在这里 相关讨论这个问题 在这个背景 讨论的背景之下 有一个体系 蜜落下的art 有没有education 如果没有 或者有 那它是什么 即是一个空洞的东西 在这部分的时候 我们又会讲到关于教育 这个教育的风格 是跟art education 跟我们自己个人 作为一个教学者 其实是相当有一个关系 因为我们写syllabus 是一个学院必须要写 或者整个教学的制度要写 但是这个syllabus 不是为我梁美平的 是写完之后 是为overall 也不是我一个人去写的 因为是一个systematic的制度 怎样去接触 怎样去监察 怎样去监察 怎样去考虑整个概念 但是这个 course outline 就是先生写的 这个 course outline 是基于一个syllabus 里面有些什么 然后我就去pon out 13个礼拜 在我们的学院里 13个礼拜 我们会做些什么 而是它怎样去回应了 那个syllabus 或者是在colunkium里面 要求的 所谓的grading 的system 但是 那个system 我是不会改的 甚至乎我们学校 是有一个系统 是 即是你 设计了进去 告诉我 这部分是多少分 这部分是多少分 你是根据 那部分 而填 当你按下 拉的curve 那时候 他会弄出了一个键 来告诉他 你是否肯定 或者是你现在说的 这个学生是在这个程度 但我很清楚就是 这个 course outline 无论如何 我们会在这个system 里面 去回应一个各个grading 但是同时间 我可以告诉他 在我自己 在我自己的个别里面 是很自由的 我会自己设计 一个 course outline 如何根据这一科 去回应 去所学的内容 其实最重要的 也是一句 很老的一句 说话 因才师教 我相信大家都会 尤其在大学里 是因才师教 我不需要负责他 是否读了一年一分之后 他是不是出去找到东西 他是不是要再去升学 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久而久之 那位先生 其实应该有一个 creative teaching的实践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会慢慢变成了 一个先生的 teaching style 我不是在说本质的问题 我不是在说本质的问题 我只是在说习惯 而习惯 其实那位先生 自己是否一个很creative的先生 就会在习惯 那位先生 而令到那位 或者是同一个 我们现在简白来说 unlearning 或者programming的内容 我自己会用不同的方法 以及去引导一些学生 尤其是我很相信 視觉艺术教育 从来都不是在一个 視觉的本质上去着重的 他要着重的是一个invisible 如何through visible 去展现或者呈现 或者observate 一些invisible的东西 所以正是一些很mechanic的教法 或者看法是很不同的 尤其是没有单一选择哪个 而是这两个东西 visible和 invisible 去如何互相有一个关系 即是互动的一个关系 所以在我自己的教学里面 或者我自己的创作里面 reality 是我不能离开的 不论有鸡线还是鸡蛋线 我说假设有鸡线 我就会从这部份reality里面 由一般学生 经常都会在现实里面去观察 我们如何去看一个 visible and invisible 这个我给了一个例子 例子就是seeing training 这些seeing training 其实是在syllabus里面 都会要求 或者是你的course里面要求 但是你给了些什么 去啟發它呢 例如我会说 以前的家庭计划指导会 里面的标志 家庭计划指导会 里面的标志 我会看到 这两个人比较多 因为是男孩 另外一个女孩 又拖一个女孩 但你发觉 原来在香港的过关 即是在罗湖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个标志 这个标志不是拐子佬的 这个标志是开始的时候 因为有太多个香港本土的男性居民 是去内地娶老婆 然后他们老婆不可以先来 但是子女可以先来 因此你会看到 她有一个gathering point 这些你能看到的 或者看不到的 或者是惯性看不到的 你尽可能在日常生活里面 是怎样给她们有一个传释 另外这个我自己 就会在第一课 和最后的第一课 我都会出现这张图 第一课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经验 是上过类似这些ABC 这些很基本的东西 是解释什么叫男 什么叫女 男就是耶 女就会戴着母好摆姿势 这些其实是我们整个教育 最早期的一个视觉教育的底势 但是当你要教育的时候 其实因为你是invisible 所以你需要的脈絡 脈絡就是 为什么飞机会放在男孩的部分 同一个标志 为什么这个球会在男孩的部分 为什么这个女孩 是会有些善良给一些动物 或者是有些手套的东西 会放进去 我相信是 在你幼稚園到小学 你都不会处理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正是大学里面 在我自己的课程中 要处理这个问题 就是去重拒一些invisible的关系 这个是其中一个 譬如如渠王 每个都知道渠王是谁 但是每个都不知道渠王是谁 除了他最近出过照片之后 但是 如果我会觉得渠王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人 为什么 那由学生去上課 他没有见过他的工具 他为了找食 你不会在这个五金店 见过去买一些通渠工具 除了通渠水 也不是他发明 但是那种工具 因为他是唯一一个 第一个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人 因此他必须只能用自己的方法 他很创意地解决这些事情 我会告诉他 我会觉得我很崇拜他 我很创意 所以我们在现场上課 就会直接打电话给他 叫学生打电话给他 然后他就会告诉他渠王 你可以在几点钟来到 那我们就会和渠王聊天 在这里 刚刚有一个课程 他 Dوس花是有关社会的艺术与 reim episod 合作的 你�장?' 你如何设计这个课程 这个课程 如果是关于整个社区的真实面 我只能そして號召索上一间 首先和他借用一间店中 蒲補店 隔也生了一些物料 就是有人送资料 Algorithm å there is a couple of roads 舍在一个蒲補店里面 另一部分是楼 所送到那條街附近的東西 所以我們會用老闆的物件聚集一起去討論 物件相關與整個社區的關係是甚麼 有關街道文化和每天的日常生活 我們會了解到那裡的人 我們甚至乎會坐貨車送學生去複製的地方 但同時有些學生會找到一張紙 一張紙紙是一個六多年的時候 有一個十三歲的紙紋 寫著甚麼是ideal society 因此幾十年前的這封作文 他如何在這個複製商店找到出來的時候 回應當時有些人去示威了學生 去示威和做了這件工作 ideal是甚麼 這是很重要的 但其實最重要的是 如果做社會工作的時候 我們最大的問題的討論 都是去問我們需要有這樣的需要 社會聚集合作 究竟是否那些先生自己想去做一些程式 還是你會覺得做完之後 其實他們是沒有需要你的存在的 他們沒有需要社會聚集合作 其實他們沒有需要你最尊重的過程 有一個小小的題外話就是Sarie 我去Cat-Rart畢業的時候 剛好去那裏教學 我的經驗就是Cat-Rart未去理解的時候 Cat-Rart已經是所有技術的課程 或者是畫畫、或者是教學 會在開學的三個星期 全部送給人們 由朝到晚都學完 然後那些課程中做甚麼呢 那些課程中做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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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在6個小時 那十三個學生每人一次出現 他們的課程中做出現 這個就是Cat-Rart的過程 那我講到這裏 謝謝 大家好,我是Doris 其實我這個短短的講述 我會基於中大藝術系掃描基礎的課程 來講解 那為甚麼要講解這個課程呢 這個課程呢 因為這個課程是幾十年都沒有變過的 即是在香港有這個藝術教育開始 就應該有這個課程 那我想 Shady和Phoebe都應該上過這個課程 應該是同樣的 是一個中大藝術系 第一課程中大藝術系 第一課程中大藝術系 即是那些1100的課程 那這個課程呢 我去第一次 其實我已經教了第十年 很恐怖 第一年去教育的時候 已經是大藝術出了這個問題 因為那時候 距離自己去上課程 其實真的幾年時間 那時候可能不足以四年左右 那去教育的時候 這個第一個問題 我自己問自己 覺得藝術可不可以教育呢 那其實 接下來這些 這些 都是一些問題 那在這十年裡 即是YES和LOW 我也試過一下 即是想找一個答案給自己 但其實 都不太找到 尤其是年年都會變的 那個答案 那這個問題呢 我記得剛剛她教育的時候 那時候我請教過呂先生 那時候 呂先生 又問過她 你覺得可不可以教 那她當然 油曬花園 這樣 即是 就是 但我最後 她的意思 她覺得藝術可以教 但沒有人知道她怎樣教 她都不知道 即是教了幾十年之後 她 最後告訴我 她覺得一個重點 就是你關心那些學生 即是可能你抱著一個這樣的心態 她 需要你要教些什麼時候 她會出聲 或者她想你收聲的時候 你會怕到 即是因為 有時候 藝術為什麼這麼難教 就是 你永遠不知道 在一個 什麼時候才是最適合教的 什麼時候你是適合 你不要教 你不要這麼多話說 你不要走在她身邊 那麼 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問自己 第二個 就是 他們是不是要做藝術家 即是他們就是一些學生 這件事都困擾我 因為我自己 就覺得 可以進去學校 你也是想做藝術家 那 還有 有一年 其實我專門實驗過這件事 就是 他們一坐下 我當他們是藝術家 即是覺得 其實他們都認識了 他們來這裡 就是表現自己的能力 和才能 那一年 那些學生特別厲害 我會覺得他們 好像上了身 那樣 真的覺得好像藝術家 那樣 所以這件事 就是 現在 我會 當然我會很清楚知道 或者是當時 跟呂先生說 呂先生都已經說 其實 我們二十五個人 有一年 有一個都是藝術家 她已經 開了香檳 拍了手 但是 她教的時候 我始終都會抱著 她們 每一個出來都會從事藝術創作 那我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 要 讓她們有個準備 即是在創作上 能夠應付 她以後創作的一些 我可能就是要教的事情 第三個問題 就是 尊不尊重她們對藝術的理解 這個問題 就是關乎銀量的部分 因為 最初的時候 我就 教得很痛苦 尤其是 那時候 可能年輕一點 你又有點覺得 哎呀你們不要這麼蠢 就是會有這樣的感覺 又會覺得 哎呀你們不要再 大家不知道 熟不熟悉香港的藝術 那個考試 他們要做很多 研究 又要 喜歡說一些社會 即是說一些 用作品來講這些 他們就把整套 帶回來藝術系 經常畫畫 又 哎呀 我們的城市真的很大 大家只要看手機 即是那些 厲害的 然後 你就會 譬如素描基礎 他們會覺得 我就是素描基礎 我當然是太天力 即是Jack和Rose 拿著一支筆 但是你很想告訴他們 其實素描都很不同的 譬如15世紀素描 可能用取景器 17世紀可能有明室 暗室 可能到Bowhouse 那時候的描述 又不是這樣 你很想告訴他們 但他們就是覺得 總不知我 我要太天力 即是Jack和Rose那隻 那你尊不尊重呢 我現在就會很尊重 而且我往往會覺得 他可能用了整個小學 和中學的生涯 來建立它這個 太天力的 描述方法 那你如果一下子 否定它 其實是 可能不好的 而且它可能 根據它 十幾年的太天力 那些描述 那些東西 可以建立到 另外一些東西 所以現在 都會 雖然你心裡覺得 哎呀你們不要這樣 但是你也會 嘗試去看看 在他們的理解上 還有什麼可以做 另外就是 十三堂學會XX 這個是 中大結構 十三堂學會素描 十三堂學會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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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很快的 那些東西 我就會用一個 例如我自己做展覽 例如我十三個禮拜 其實是差不多的 有時你參加聯展 兩個半月之後 通知你 你可不可以做一些 關於市場的工作 你可不可以做一些 關於性格的工作 我就會用這個方法 跟他們說 你十三堂之後 做一件 你覺得自己會滿意的 素描作品 怎樣做呢 這個又是 去到Shirley那裡 其實人人都不同 二十個人 二十個教法 所以我們這些教法 很累的 工聯會那些 畫雞蛋那些方便很多 另外一件事就是 藝術的東西 只可以靠自己 這件事就是 其實人人都知道 學生都知道 他其實問你 有時是 純粹想找個人聊天 還有想 可能得到認同 其實他們的所有東西 都是靠他自己 和去相信他自己 老師的東西 只是用來推翻 這是我 上課 那些同學 現在拿來做金句的東西 因為 我經常覺得 我們說什麼 他們其實都不會聽 總要做對面的東西 所以 我經常覺得 老師的角色 只不過是 拿來推翻 而且 我們那一套 純粹是 給他們有個 好像 有個 訊息 就是 這些人的東西 已經過時了 那我要如何更新 他呢 這個人 準備了一個討論的時候 剛好在Facebook 看到 他就說 其實 沒有問你 那時候你不要說 不要經常 不是說 你一定要給你意見 做老師 這個我覺得很對 所以有很多時候 我其實不太知道自己做什麼 尤其是當他去玩的時候 你會想起自己上掃描機 的時候 其實很怕老師在你後面 這裡 這裡多些白色 這裡比較黑 你會覺得 給我一休息 你明白嗎 老師的角色就是這樣 接著 到Quit話 我也照用Quit話 Quit話這個字 在中大一道代表交功課 我們會做 以前玩得很瘋 跟女生喝酒 吃煙 吐到一地都是 這樣 現在就沒有了 但現在的Quit話 就是做些什麼呢 就是人家交了功課 他會 他會說一下自己的想法 說一下他做的過程 可能要面對什麼 這樣 現在就 跟以前有些不同 以前可能就很感情 那Quit話 現在就 他們說話很厲害 那麼厲害到 你簡直覺得 夠了 很想他停一停 或者他另一個極端 就是他們不想說 到我自己在動篤笑 整堂 所以我覺得Quit話其實是困難的 而且Quit話 你有時 我可能說 如果這樣說出來 好像很壞 你做老師 但你有時會覺得 有些作品 你連任何感受都沒有 你連覺得好 或者不好 或者他是平庸 或者他 你什麼感受都沒有 那時候你怎麼Quit呢 那我自己 現在就常常嘗試 你可以從這裡改善 就是找些東西可以改善 那樣 但是你其實 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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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拿了一張畫出來 Quit的時候 其實很失控 我覺得 無論同學是怎樣反應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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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功夫同學自己怎樣反應 都是很失控的 整件事 那我已經過了 那我已經過了 那最後呢 這個鏡頭就是 其實我自己 就覺得 我只能作為他們 可能第一個 是做藝術家的朋友 而不是一個 什麼老師 或者什麼 他們很多時候 到真的有事問的時候 會來問我 甚至乎有時候 會問一些 問一些 很 很 譬如 畢業展 有個人想買我的東西 我的東西要訂多少錢 怎樣買 是否一堆垃圾 這樣對比別人 即是會問這些 又或者 那個傾談 是 每次做展覽 他就很低 那樣 我們都會說 這些 譬如說 他不是每次做展覽 男朋友叫你 大哥 怎樣做藝術家 即是說這些 都會有 這樣 我覺得其實 如果他有第一個 做創作的人 在身邊 他其實就會慢慢 會懂得 怎樣去做創作 好 就是這麼多 大家好 我叫Phoebe 有一種說法 就是 那些藝術家 我做不成功 就教書 那樣 那樣 就是賣不到畫 那樣 那樣 其實我 就是 教書 就是 做創作 做創作的時候 其實也在教書 那樣 我是這樣的 那 我就是做這個 社會的藝術家 很多時候 做的作品 都是跟一些社會的問題 有關 那樣 那 通常這個創作 很多時候都是 是概念式的 以及是 規則為本的 就是規則為本 那樣 那通常都希望 那些觀眾或者學生 有更多的想像空間 那樣 就會用一個 開放的 一個提問 去開始 那樣 那樣 我也很頂不上一些 很 教化式的 一些藝術 那樣 通常去創作一些情境 或者去做一些 討論的一些平台 那樣 去讓觀眾去參與 那樣 那樣 通常那個結果是 不能夠預知 那樣 那 開始的時候 都希望可以由一些 比較有趣 以及比較 優密的一些 東西 去開始 通常 喝喝吃吃 就最好 那樣 所以我有些作品 就是 就是 吃一些很漂亮 但是又很難受的蛋糕 然後 或者 愛國愛港口多士 那樣 就是 有些點點心心的 大家來畫 那樣 那樣 來開始 還有那個參與 觀眾的參與 都盡量簡單 那樣 譬如好像做這些 填飾的練習 那樣 其實整個過程 就是 跟觀眾去 分享一些權力 那樣 這個是一個 民主的參與 所以其實不同的意見 都可以在作品裏面 那這方面 比較詳細一點 可以看回 Jet Wazier 他的 《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 就是他比較詳細的論述 那樣 其實我很喜歡 做這些作品 那樣 因為我可以向觀眾去學習 那樣 我覺得這是一個 知識的對流 就是我提出一些問題 他又告訴我 我聽 那樣 那個目的 通常會是 他想 引起大家 對一些議題的關注 去質疑一些常理 從而 令到那些觀眾 或者那些學生 或者我自己 去找回自己 真正的那個想法 那樣 去追求一些社會的公義 那這個 面對那些觀眾 通常就有三種的觀眾 根據這個 Povo Hagari Hagari 的一些說法 就是 Voluntary Non-voluntary 和Involuntary 第一種就是 Voluntary 譬如好像 那些 異工 又或者那些 導賞員 他們是自願 所以 導賞員的訓練 就是 個人的信念 是 會很重要的 這類的觀眾 其實他們已經 對議題很熟悉 他們 已經很熟悉 他們帶一些東西過來 這樣 是比較容易 跟他們交流 這樣 所以一些 導賞員的訓練 當時 我們可以去到一些難題 譬如說 聖暴力 或者 維安婦的議題 當時 我們會去談 如果有人來 踢館 有些右派的人來踢館 或者 甚至 會去討論一些 情況 因為我們說 性暴力 可能有些觀眾 故意來 性騷擾那些導賞員 我們怎樣去面對 可以去到 比較深入 這一類的觀眾 他們都 會很積極地 去參與這個作品 譬如 我這個展覽的時候 剛好在展覽場地附近 在掘地 沒有什麼生意 導賞員 他們很積極地 去做觀眾 去參與這個作品 第二種 就是 有些學生 不知道他們幸運還是不幸運 遇著我這些老師 來上課 他們對這個問題 未必如此熟悉 那怎樣 可以 三小時以內 我們可以談到這個議題 以及可以 令到他們去做到作品 其實是有一個挑戰 通常我會用一些 數據 或者一些個人的故事 或者我自己的故事 或者一些 一些官方的說法 或者一些 受真意性的歪理 去引起他們的興趣 用這個 慰安婦的議題為例 我會用一些 當時日軍用的 一些 突擊一番的安全套 以及 慰安券 來開始 讓他們以此創作 去做一些作品 會問他們 如果他們是日本軍人的時候 他們會用這些慰安券 他們就有很多不同的表達 例如帶一些慰安婦走 和他們跳舞 或者顯現這個就是一個暴力 也有很不同的學生 就像剛才Dollis說 會反對老師 或者說一些不同的事情 也有學生說 他們一定要從命 這些是福利 一定要用這些聖服務 甚至有一堂 有個學生 他們就用一個 真的安全套 放進這個 突擊一番的安全套 不知他為什麼 隨時隨地都有安全套 在那堂 我記得 有些韓國的女學生 直接拍桌子罵他 在那時候 我覺得 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去談人性的軟弱 又或者Hannah Acklen 去說的 平凡的邪惡 這類的理論 去討論 第三種 就是 不允許 例如 觀眾 他們 只是走過來 看看展覽 你如何跟他們 去做一個 討論 或者讓他們參與作品 我通常都會去做一些簡短的道想 我也試過一天裡做三、四十個道想 然後 他們通常有一些道想 他們都會去參與 你把心拿出來 他們都會參與 我最初做的時候 我都會害怕 會否有些人 參與作品時 寫一些惡意的話語 但我覺得 如果你把心拿出來 他們通常都會很理性 很有建設性 大家去發表 大家的意見 不會有些惡意的回應 例如 例如 這個 這個 我的作品 是 吃了一隻雞 我問他們 為了買磚頭 買房子 你們放棄過甚麼 他們會說 自由 人生 自我 甚至放棄子宮 都買不到 另外 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有些人說 當然要買 有些人說 不用想太多 跟媽媽一起住就可以 也有些人說 你們整班廢青 你們努力過甚麼 例如 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當很多不同的意見 放在一起的時候 有觀眾跟我說 好像 這些磚 一直累積 其實形成了很多不同的意見 以及一些很悲哀的 大家要放棄一些很重要的東西 去買一層樓的時候 會形成了一個壓力 令到他們反省 以前會覺得 為甚麼 買樓真的這麼重要 是否可以有其他的選擇 最後 其實 例如這類的藝術 我覺得藝術只不過是一個 導引者 然後 藝術其實就是觀眾的 經驗 最後的原作品是怎樣 其實 是不太重要的 好 這裏有些關鍵 我的評論是這裏 多謝各位 謝謝各位 其實大家可能聽完他們的分享之後 都會感覺到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 對吧 我們在講教學 藝術教學的時候 其實總括來說 可能他們都對著兩個不同的層面 一是人 學生 或者觀眾 二是制度 制度 可能有不同的情境下 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學院裏面 有不同的一些傳統 對吧 又有些不同的可能的要求 例如你可能都是要寫一個 裏面的 都是要有些assessment的 criteria 但你怎麽可以寫得鬆動一點 寫到可以開放到 你執行的時候可以開放一點 我剛才聽了 譬如Shirley 她說到 其實剛才我一開始時 有問過什麽是好 其實我想四位都很認同 就是當學生 或者知識交來過程中的手衆 是可以找到自己的路 這是最終的目標 然後莫莫也有說過 她怎麽去創造這個情況 原來她反而去找個reality 去找個當下裏面 一些很真實的東西出來 然後去找那些invisible 一些隱形了的東西 然後在過程之中 原來其實都已經有個情境出現了 我想四位的藝人 其實他們本人的practice 和你們剛才提到 你們教學上的一些想法方面 都似乎是 不是說我們一般說 怎樣教教一些很linear 很清晰化的過程 大家就去學 而真的是 好像Phoebe最後更加開闊了 教學的想法 是創造一個情況 讓一個場景和情境出來 然後大家在裏面 如何去討論 我們知道 很多不同的學校裏面 去到教學 其實大家用了很多 很有創意的方法 很開放的方法去做 也看到你們實踐方面 都應付到制度 然後跟學生也有很多不同的 很新好玩的事情 但是其實有沒有 你的教學過程中 有沒有見過一些學生 他們覺得 真的不明白你們做甚麼 或者Phoebe剛才提到 有很多不同的回應 有些同學說不知做甚麼 然後又有些不安 有沒有這樣的例子可以分享一下 你怎麼處理的呢 還有我想透過這些例子 也了解一下 不是不安的 即是不明白 說話也不明白 那怎麼辦呢 我想透過這些例子 看看不同的 context 不同的學校裏的情況是怎樣 有的其實 因為剛才幾位也有說過 學生很喜歡去反抗 做一些挑戰 你讓他們做 你叫他們做 他們就不做 因為我剛才也有說過 我的學校真的比較自由 很開放 好像甚麼都不用做 那時候 也有反抗 就是相反地反抗 我便說 其實他們所謂的undergrade的一年班 都很幸福 有自己的studio 即是獨立的studio 也有的 這樣的時候 我譬如說 教這個foundation這個course的時候 就會告訴他們 你們去studio做自己的事 但因為我們的宗旨 是不會叫他們做甚麼 然後有些學生就會反抗 就說 甚麼都可以做的 甚麼都可以做的 但我不想 你可不可以給我 assignment 因為他們很焦慮 好像你剛才說 有個anxiety 很焦慮 我真的不知道要做甚麼 你不如給我 assignment 其實是一些很有趣的現象 在那個情況下 我就會跟他們談很久 因為我不想就這樣 就給他們一些assignment 真的要找出他們究竟想由哪個方向去發展 這個比較有趣的例子 反而要求你被公布 是的 其實那個現象就是近十年來 是越來越多這種現象 我覺得這個generation 好像越來越不懂得自己去找一些方向 我們英文叫做hand holding 即是需要有人騙著你的手去走 沒有甚麼要回應一下 你說你最後表演的時候 又說你在Cowars的年代 都說要聊六個小時 你當時有沒有很多問號 在頭上 沒有 是怎樣的 我只是覺得怎麼這麼長 六個小時 但我想那個先生是有一個方法 你回顧一下Michael Ashes 他會引導很多人對不同的角度 沒有想過的部分 這是他在那時候讀的 但是你說在自己的經驗裡 不知道是否可以 不知道會害怕的話 不要說自己的學生 我自己非常是那個人 這個功課究竟想要求甚麼 或者沒有功課又怎樣 但是在最早的時候 巴黎美術學院那裡 我記得我們講到他掃描的時候 我發覺我三個月裡 就見過一個先生兩次而已 他沒有掃描的 有一個無特兒在那裡 但是由早到晚的光自動變化 你就自己搞定 他沒有告訴他 你怎麼畫 那時候我覺得 糟糕了 入到什麼學校 你先生這麼困難 就是一個助手 久不久來看我們 也沒有人跟我們說 你應該要怎樣 但我們總是覺得 入了名校 你當然要撐下去了 撐下去的時候 那三個月你發覺 當他最後一次來看的時候 我們是一篇報紙 翻出來看的 我們畫的時候 是用報紙整篇的 但在那個過程中 就發覺自己是像砌漬木一樣 量一下 也量一下 像太天力一樣 量一下 最最後的時候 你自己都很自然地 不知道為何你畫了一些東西 但最後她的解釋就是 其實真的沒必要訓練你們 只是用一個角度、一隻眼睛去看東西 你們自己有自己的眼睛 只要我要發掘的是你們三個月內 其實你們的方向、敏感度是在哪裡 就是觀察這件事很重要 我記得我們最後畫畫 最最後的時候 我記得有一個無特兒 我記得她是有病的 不是她的心態上 而是她的行為和膚色上有病 最後完成後 她就立刻去看醫生 當時她有了愛滋病 我不是醫生 但我相信那種方法 其實她有方法 是一種無為意的方法 令你自己觀察到之外 你對你的對象不是一個工具的對象 你會看到她的狀態 三個月的天天 由早上九點到六點 黑漆漆轉色的時候 你自然就懂得回家 因為沒有燈 那你畫甚麼呢 這個過程中有這樣的情況 這種經驗令到我自己面對學生的時候 尤其是她們的享受項目 就是享受項目 是比較長的 而且她是跟著一個師父 主要的師父 她沒有一個教學的系統 也沒有一個叫做Columbium 是一個師徒制的方式 她很怕現在很模糊 不知道自己歸類 不知道自己做甚麼 不知道自己做甚麼 我告訴她 我也試過做吧 你做到差不多畢業的時候 我不叫你自己做的東西出來 就是要趕快 在那時候 你就會發覺 在那個推斷的時候 你只能跟她比較真實的教育 那個感覺 Doris 有沒有面對你 其實我 因為掃描基礎四個小時內 其實我安排了很多活動 給她們做的 我想上課的時候 她們會比較少 覺得不知道做甚麼 因為其實描述都比較 總之你有一支筆 有一張紙 她們其實都不會迷惘 有些事情做 我比較迷惘 我想她們應該不是很迷惘 但是你說到最後 反而到缺環的時候 說到好和不好 牽涉到這些 我想她們就會比較迷惘 你有沒有直接跟她們說過 我真的沒有感覺 沒有那麼直接 我想她們應該看到我的樣子 還有我曾經有幾年扮好人 找些東西欠 因為試過有一年 有學生說 做鬼都記得我 完結後 他們又試過有人哭 說 你真是很刺激 陳先生 怎麼都要找些東西欠 我們這樣施叫 所以我試過幾年扮好人 但我相信自己不是扮得很像 而且我教導我很悶 要扮好人的時候 所以現在也是很嚴苛的 踩到貼地 Phoebe,你剛才的例子裡 主要是你和… 也有討論 討論討論是學校的學生嗎? 回答你剛才的問題 其實我遇到的問題 因為我一班通常都25至30人 他們也不會表露他們明白或不明白 反而我很想知道 我會用一個方法 每人都說一句 然後他們要很快地說 他們就會說到自己心裡的想法 無論如何都會有些東西說 有些人真的不明白 他們說的時候就會說 我就會像那些很懶的老師 我會重覆一些 譬如這個同學說不明白 其他同學覺得怎樣 可以回答 然後用這些方法 大家去談 我可以補充一句 因為她說起素描 其實是一些很基礎的那班 那個基礎的班 就是我也會教過 尤其是學生很要求 她自己很想像 因為進來之前 就覺得像真那樣東西 對她來說很重要 但是我自己的訓練 我教過他們的時候 我就說 我擺一些東西 你們喜歡擺些甚麼 你自己畫吧 你畫得像不像 也是一件事 不過我會要求他們 如果我真的要給一些東西畫 我就會給一些黑豆 畫黑豆 但用6H畫 如果你是畫玻璃 我就會給你一個6B 那你搞定它 所以她後期畫到紙都穿了 也不行 但那三個月 其實是很知道一支筆 她可以掌握那個輕重 所謂的工具 就是你自己要調節 掛著那個像真那裡 她慢慢的自己 原來手有了一些功夫的東西 我只不過想回應一下 你剛才說 要說六個小時 要說很久 然後令到我也想起 Doris 你有一張照片說 現在也不需要說 所謂的天才 你懂得說就行了 其實這種說法 也很普遍 尤其是在藝術 在這個…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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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人們會覺得 將這個語言代表作品 我想說一說 其實我不是很喜歡說話的人 其實我不是很喜歡說話的人 但我發覺 因為… 在20世紀之前的藝術 是有一種標準 有一種叫做 中文怎麼說 Master narrative 那個時候 因為大家所… 信奉那樣東西 都是一致的時候 其實藝術家自己是不用說話 因為已經有一個標準 是不用說話 但在20世紀之後 這種Master narrative 沒有了之後 臨台之後 那個藝術家 其實自己本身是一種責任的 因為你要自己說出 你的美學是什麼 你的價值觀是什麼 所以花時間說的 不是用你的語言去代替你做出來的作品 即使是 object也好 一個 activity也好 而是你真的要用這個溝通的方法 去說出你的價值觀是什麼 你覺得什麼是有意義的東西 我想說這一點 另外其實我很有興趣了解一下 大學一開始收學生的時候 又會去怎樣找同學 你覺得都會理解到 你們的program的同學 怎麼去分辨 有沒有可以分辨的呢 即收身的時候 有沒有標準的 還有會不會… 透過傾談之中 其實都會… 你聞到有些味道 是對的 應該可以聊天 因為剛才Phoebe有說過 你這個program裡面 其實有不同的類型的觀眾 其實他們不同的參與程度 以及他們帶些什麼進入 這個… 假設學校或學院 是一個… 一個框架 或者大家一起交流的空間 你會喜歡跟什麼類型的人去交流 知識上的交流 其實收身的時候 我就會比較… 即是有些學生 他們的考試成績很高 反而這些我會有一些… 有些保留 即是他們很厲害 去滿足一些考試的要求 這些學生 雖然是藝術的成績很高 我反而對這些學生會有些保留 我會比較覺得… 即是有些比較奇怪的那些 會… 即是有自己的看法那些 我反而會是那些會比較… 即是… 看得多一點的 Kalas 你們有沒有… 老師是否也一起面對學生 那… 我想Kalas和… 成大、中大和… 對不起 都不同的地方 因為其實都是美術學院 不是一個大學 所以他們對於學術的要求 其實是不太重要的 我們在收身的時候 最主要是看資料 看他們的作品 以及他們的表達 看他們怎樣寫 例如在美國 有一個考大學 有一個名為SAT的公開試 很多時候我的系列 就自己已經主張 那個SAT的成績不重要 但就要看看他們的 擺放甚麼的資料 那麼… 很多時候 這些中學生去… 對… 報考的時候 就會將中學的時候 那些… 又是Assignment 擺放出來 我們通常都會選擇一些 做自己作品的學生 如果很明顯地看出 這些是中學的時候 給你的Assignment 那些作品 我們會比較少選擇 中大和浸大的情況 有甚麼問題 我沒有參與收身程序 太低級了 但我知道 中大… 藝術系統是在中大 中大當然有成績的要求 也相當高 所以學生的成績是好的 我覺得藝術是這樣的 而且如果你說收身 其實我沒有關心收身 我覺得能進來 他覺得自己適合就行了 即是… 可能如果我就算參與收身的程序 我只會擔心 會不會有希特拉 再次再出現 所以我就不太介意收甚麼人 我自己的經驗和學院 會有一件事就是 我們不是不看公開校試的成績 但我們有一個特別的機制 就是當公開成績還未有的時候 就已經是所有任何香港 在讀完他的中錄 他就可以寄出他的報酬 然後我們是看他的報酬 在數據上看到 然後就選了學生 就面試 相對地 我們花的時間精力是很大的 我非常感激我的同事 甚至乎現在我正在做的工作 仍然是貫徹了這個方向 因為有些是因為成績而入的 當然我們也會面試他 但有些成績未到 我都會知道他未到的是甚麼 他的情況是怎樣 也有一個機會 就是我們會在之前的報酬 他能夠寄出 告訴我們 我們想去看的報酬 是額外的工作 Anyone just walk in 我們就會做 然後在他們 整體都寄出 例如假設1000人 我們在小列出來的 小列的數量是很大的 我們盡可能是會進入 那時候他還未到達成績 但進入的時候 我們已經有些心意 你不要跟我說 甚麼心意 是甚麼 心意就是 他真的不是公式化 其實就算DSE是挺好的 他也是一套系統 一個報酬 怎樣寫過程 怎樣寫最初點 他的題目 甚至跟同一班 來申請的時候 都會相同 但正如說 他有沒有自己做自己的事 或者他有沒有一些 視訊的記憶 是看到他平時 所關注的好奇心 我不需要畫畫 你進來就要搞定他 用6B、6H搞定他 但是 在那個時候 你會看到他的能力 他說話是怎樣 有些是好 很害羞的 不說話 不是等於他沒有 身體的語言 你用一種方式 既然他用Visual 他不是一個 學語言很厲害的人 之後 我們的心儀 會經過旁邊的老師 給予一千分 一千分和一百分 差很遠 但那一千分 不要想像到很誇張 因為他立刻跳到一千分 是因為 確保這個人 還未在公開考試之前 他已經排到最前頭 然後 因為他的股票 或者他現場 再有些練習 他占他的分數 大概是30%左右 進來後 我起碼會看到這個 在那裡 進來後 他會看到他的成績 我們有些高到三十幾分 有些高到十五、十六分 我們怎樣取捨 如果那一千分的話 我們很愛他 我們會特別 容許他能夠達到一個 最小的要求 我們就已經招進來 而一個證明 就是我們收了這麼久 這一千分的人 從來沒有令我們失望過 所以 整個系統 我們自己去取捨的系統 不是不計算了DSE 是有計算 不過就是 我放在最主要的 是priority 我先看了什麼 那些角度 很欣賞 很欣賞 其實我想在座的藝術師 你們的 例如Cow Arts 剛才Phoebe說的 中達可能真的看回分數 但我意思是很欣賞 你們可以嘗試 在那個制度裏面 找到一些位置 去找你自己 覺得可以一起走 很長遠的路 藝術學生 我想最後再問一句 看看觀眾有沒有其他問題 就是去之前 和學生的教學裏面 可不可以舉一些例子 你們怎樣 因為我看到你們也有說過 你們會在課堂裏面 不是會跟隨一套方程式去做事 其實你們怎樣去到 我覺得你們在創造一些情況 才帶你的學生或參與者進入 可不可以舉一些 很有趣的例子或經歷 然後學生會不會有些很特別的 在這個情況裏面 有些特別的出現 是很深刻的 我想聊到Doris 我記得你之前有說過掃描堂裏面 有些學生最後給一些好奇 很特別的功課 例如玩掃描 是寫實到一個很極端的 怎麼來的 怎麼來的 有時是 譬如試過遇過一個學生 好像 縮虎在世一樣 你一定要抄畫 她的理解中 覺得一定要抄畫 才可以走到大師的位置 我給了她很多例子 有些是寫實出來的 但我叫她反過來抄 反過來抄畫 反過來抄畫 誰知道 畫比她更漂亮 反過來抄畫 反過來抄畫 一個人反過來抄畫 比她正常抄畫 對 我嘗試經常用這些東西 來瓦解她們一些 我覺得看不順眼的一些雜性 譬如我覺得 因為很急的 我覺得現在做衛術創作 真的不知道等到你何時 你要這樣抄畫 你現在還抄畫 文藝復興達文西 不知道何時才去到 你明白嗎 做了幾百年 怕等不及 所以有時候 找一些活動 令她急速成長 不過有時候有些活動 是不可行的 例如試過 說 negative space, positive space 學生就說 他就交了一張畫 就是有個斑馬 過斑馬線 我搞了很久 我都不明白 positive and negative 你明白嗎 但她其實是一張很好的畫 而且你也知道她是真的有 potential 還有 後來覺得 過了幾個星期 覺得 如果一個人 他對世界的理解 那麼深 我覺得他也應該做得 一個很好的藝人 所以就 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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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斑馬 過斑馬線 隨便 謝謝 謝謝 有否回應 其實有很多 突然想不到 但你說在教學有甚麼不同的方面 有時候他們做了一些事情 我們眼睛會很大聲 你再跟她解釋 為何我會很 appreciate 等等 其實她也不會明白 最後 是把那位先生 扔回 那位先生 好像說 有些斑馬 黑白 黑白的東西 黑白 其實對我來說 真的很精彩 她完全不知道 但是你知道她有個potential 就OK 如果在這些學生裏面 我記得曾經有一個學生 來面試 即admission的時候 他是畫石膏 一頁、二頁都是石膏 看到二十頁的時候 已經覺得 真糟糕了 為何全部都是石膏 那麼 最後來的時候 就看到他 咦? 現在有一個樣子 那個石膏不是買回來的 文具店 那樣子 怎麼不像他的樣子 他說 是我 他說 因為我只會畫石膏醬 所以塗了媽媽的粉 然後自己變成石膏醬 然後才可以再畫一個素描出來 你明白嗎? 那時候我燈了一隻眼 我看到同事就說 他好像沒有好創意 不收他 我說極有創意 極有 他有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 真的 當時我全都燈了 因為十九張是很愚蠢的素描 但素描也不是好 但有一個不是那些偉大人物的石膏 是他 再看看他的樣子 因為大家進來差不多 你很認真地看他的樣子 發覺 哇 這個人很厲害 我們還要收他 他沒有令我們失望過 就算畢業的時候 他仍然是極度有自己去創造問題 就是解決問題的能力 我們不要先分開設計或是藝術的部分 那麼 也有一些是 我記得內地收生 可能也很好笑 內地收生的學生會帶一些作品來 他們會用手提電話給你看 你看我的國畫 用手提電話給你看 有些人會說 我媽媽的東西 我媽媽是甚麼會 真的很神奇 我記得其實在收生之前 看到他們之前 其實很多父母比他更加緊張 他會來看看誰 即是他的先生 在酒店門口就會看到我們類似 但我不太像他的先生 因為不是去會議 我不會穿拖鞋 去到北京也是 實在是不太像他的先生 他不是很想見到我 但最後就是 他們問我的意見 其實他們應該帶些甚麼來 總之不要帶你媽媽的東西 不要帶自己的東西 你做個蛋糕就可以了 那第二天真的有人做蛋糕 但也不要緊 他真的通常聽到他媽媽的說話 但蛋糕的材料是甚麼 你怎樣看這個蛋糕 你會不會吃它 所有的東西 其實是他沒有遇過的 從他的角度裡 看回他的作品 拿來的時候 他自己如何面對和溝通 經常我們都會遇到這些問題 有很多 選擇一個 可以分享一下嗎 有很多 剛才提到的掃描 令我想起一件事 其實這個不是我自己的課 是有些同事的課 因為在Kalas 也是 我們其實是沒有 靜蜜掃描的課 但我記得某一年 有一個客席的教授來 他就說 你們既然沒有 這個仍然的畫面 不如我們在課室裡 設置了一堆靜蜜 讓學生掃描 很多學生都覺得 算了 都是一課 不就畫 但是 因為Kalas 一定會有一些很煩 不會按照規矩來做事 有一個男生 其實就脫了一條褲 就畫裸體自畫像 就嚇倒了這個 嚇直教授 還要告他做性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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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我們也不會說自己的 both sex 或者我會說一個朋友的案 一個案件是 例如 例如在香港的美術考試 他們出題的要保密 所以我不說誰 我只是說我朋友 我朋友… 這些都是官方的考試 我朋友就在想 出了甚麼題目 可以調整這些 不如出了一條題目 其實是繪畫的問題 繪畫是出了一條題目 是跟現實有關 然後出了一條是想像的 即是像Surview那些超現實那些 然後再出了一條是抽象的 現實的人就想 政府官方的考試 不如叫他們劃示威 看看能否通過 怎知道在這個情況下 又能夠通過 因為他們說 示威可以慶祝 像巡遊一樣 慶祝對球隊勝利 都可以 這樣就出了一條示威的題目 然後第二條就是 這些學生 其實香港的考試 就是他們會去背畫 劃定一幅很熟悉的 然後去到那裡 就看那條題目 是甚麼東西 譬如你背一幅 畫得很厲害 是大自然 然後你大自然加 無論去那條題目 是甚麼 就是大自然加一些東西 背定一幅畫 不是我 我朋友 哈哈 我朋友就覺得 你這麼喜歡背畫 不如我那條題目 就給你一幅畫 然後你 超現實的一幅畫 就是給了一幅 香港的蕭美圖片 其實之前都沒有試過 之前只是出了一些文字的題目 他就出了一條題目 就是給了一幅畫 好了 這些蕭美 你如何超現實 然後那些學生就在那裡 說蕭美會自己跳舞 或者是燒別人 這樣 很激進的 這樣他就沒得做了 在這個時候 不如我們又開啟樓 邀請一下觀眾 跟我們聊聊天 有沒有特別的問題 想問在座的幾位的講者 請問 關於藝術教育 關於他們的藝術創作 怎樣帶進去教學裡面 多謝大家的分享 我想問一問問Doris 剛剛提到有一些學生 你會給他一千分 我想… 就是… 對不起 我搞錯了 我想知道 其實每一年 大概有多少個一千分的學生 因為我們一群群的先生 就是一組組 又分開很多天 所以我印象中 平均一年應該有六、七個以上 如果在這個教育制度下 你們會怎樣去推廣這件事 可以增加這些六、七個 即將這六、七個一千分的學生 增加更多的一千分學生呢 其實如果他不得到六… 即是那一千分的話 那些是排到最上 就是排到最上 但他仍然要看他DSE的成績 但他只要能夠是minimal 就可以 但我們沒有同事說 你今天一定要選擇兩個 你今天選擇兩個 有時候我們兩個在一起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不應該選擇 或者他不應該選擇我 我們會在會裡面 即是在 overall 看完DSE之後 我們會拿出來 還會拿出那些作品 然後你有時候發覺 有一個人在作品裏面 因為他在面試的時候 還包括一個 paper work的東西 給他一個題目 有一個人只是畫了一條線出來 一條線 我們不會測試那條線是否值 但根據這個題目裏面 他要寫一些東西 很輕微、很簡單的 一邊看自己英語的小小能力 第二就是他怎樣看這條線 所以有時候我們選擇 就選擇那條線 我們試過就這樣弄一條線 是有一個討論的 但你說有多少的話 我們沒有一個限制 也沒有商討過有多少 但平均地有六、七個也有的 我們守得會比較有幾實 那種 好,謝謝大家很有趣的分享 我想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就是剛剛有幾位都提到 基本上是教一些成年人或大學生 大專院校的學生 我想看看 因為始終藝術本身 也有它的知識體系 也有歷史脈絡發展的過程 如果想像你是一個中小學的老師 藝術老師的話 你會怎樣去教這些小朋友呢 謝謝 Doris,你現在怎樣跟你兒子玩呢 我兒子沒有教他的東西 由得他 但是我真的有教過中小學 小學那些就是… 中大藝術是在讀書的時候 很流行去教小學那些 就是教一些陶瓷班 我覺得小學其實… 其實都是比一些活動 他們玩得夠盡興 已經很好了 但是現在就是… 因為我家裡其實很多人教藝術 我姑姑就是教小學藝術的老師 他們都會用一些名畫 也有些藝術史背景 但是就是… 例如是Base on Starry Night 大家做些事情 但是我覺得小朋友來說 反而真的有得他們自己… 自己搞得比你這麼多東西 因為… 尤其是小學的階段 我自己覺得 你老師說的 他一定會有一個… 他的潛意識都是很想跟隨你 很想做到你覺得好 所以我就覺得 如果小學 我就覺得不需要說太多東西 去指引他們 中學我也教過 但是中學的時候就… 因為他也是準備一種考試 就是那些班級 那你真的會很著重教育局 考試局要些什麼 但是當時… 因為我教的那間 都是有一些半國際的學校 所以失控的情況就非常嚴重 但是那些人一失控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創意就出來了 所以就… 你有時候要自己判斷 而且我覺得做老師很難的 有時候校長也會說要考得好 那你就很難說 只能有他們的 首先我想說 我自己教大學以下的經驗 不太多也有一點 因為其實也做過一些… 不是中小學裡面的藝術課程 而是放學後去一些社區中心 去學那些 即是那些年齡有… 我是去過社區中心去教的那些 那些是比較技術性的 譬如會教一下怎樣去做賭帽 在這個技術性的情況之下 就盡量讓他們自由發揮 但其實我最想說的重點就是… 在美國的教學制度裡 其實我是不可教大學以下的 因為你教大學的 所謂的K1至K12的 你需要讀教育理論 要讀教育理論 而且也要讀兒童心理學 即是有這樣的教育理論 才是可以教的 其實我沒有讀過這件事 只是有MFA的教育理論 在美國來說 MFA的教育理論是屬於… 因為我們沒有DFA 所以叫做最後的教育理論 就是可以教大學 這樣來說 其實我是不可教中小學的學生 其實可以考慮一下 為何教大學反而不需要懂得兒童心理學 不需要懂得教育理論 我想她的假設是教自己的同伴 peer-to-peer exchange 多於一個由上至下的教法 我教中小學的經驗不多 其實沒什麼經驗 但是我開放我的工作室 其實什麼人都會進來的 有火炭開放工作室 有些家庭、小朋友都會來的 我有一年在MeToo的運動之後 開放自己的工作室 我做了一些作品 有關性暴力的作品 在一些填飾練習 叫她們去代入有同理心 去想想如果你是受害人、旁觀者 或者如果你是家庭人 你會怎樣的 有些甜色 其實那時候也沒有很… 然後公眾會有家庭、一家大小來看 我試過有一家人進來 我會說我的作品是有關MeToo的議題 然後那個家長一進來後 她說搞錯了 我幫我們出去 她的小朋友很小 就是小學生 我就說這個也行 但是她進來的小朋友 六、七歲 她很想畫 因為看到整枱都是顏色筆 還有一些填飾紙 她說其實也可以一起參與 我立即問過小朋友 你在學校的時候 有沒有試過看到有其他同學被人欺負 如果你見到有同學被人欺負的時候 你會覺得怎樣 她就說 我覺得很開心 然後她的媽媽立即臉色變差 然後就在這裡跟她的小朋友說回這件事 然後我看見她畫的填飾紙 如果我是一個旁觀者 她會怎樣 她就變成了我會變憤怒 我曾經試過這樣的經歷 補充一句 因為可能有很多老師在這裡 因為我也經常覺得 中學生進來藝術系 為什麼我覺得很困難呢 有時就是他們很習慣要考試模式 那我就覺得很擔心 有時會覺得好像放不鬆自己 還有有時可能我們誤解了一個考試 以為這樣才能取得A 但是譬如看回我自己 因為我當時也不太理會考試 自己喜歡怎樣就怎樣 但我也考得很好 有時其實考試又可能不是老師 或者自己想像的制度那麼困難 小學和中學大學的確是剛才我們所說的 有一個系統是不同的 但對我來說我不是很多時候 我曾經做過代課 或者是在藝術中教的工作室 但是在那個過程中 我自己的經驗就是 我會將所有學習的東西 尤其是創作的部分 在它的物料上 全部去到一個非常低階段 去到一個幾乎上沒有 甚至只是手的東西 我相信在小學、中學 或者大學也好 它也有一定的回應 我們的手曾經是玩剪影、射波紙、猜情沉 基本上是沒有物料的 你的身體、你的手就是一個物料 你越多給她的東西 她去文具店、美術店買的東西越多 其實她的創作就越難 這件事其實是在很多婦女上學回來的 她只有一百元就煮七日菜 是不是 她什麼款都要搞 她一百元 因此她做了很多可以解決的問題 她會突顯了一些她無法解決的問題 但同時她突顯了 她沒有用過那件事是可以做的問題 所以我經常都說 如果一個小朋友、一個小孩子 或者是寶寶 如果她拿著一隻匙巾 吃完東西之後 弄得一片一片的 弄兩小時的話 她一定會覺得很好玩 但我們自己不明白 而在小學、中學其實也是這樣 而在大學的時候 只不過你面對那個方向 他們想要怎樣用一種最低的材料 他們去解決它 現在你沒有電腦 你就打電話給別人 或者WhatsApp 現在沒有WhatsApp的話 你就直接看見那個人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我會去到一個很基本的東西 但我覺得是可以用的 因此你讓她玩 但同時是物料的所有東西 都去到一個非常最低的東西 重新變成了一個很貧窮 她自有她的創意出來 現在我們… 我自己會覺得 在香港裡面 我們的硬件是很多的 政府比我們很多 但我們的教育 或者創意教育裡面 其實那個創意很低 是因為我們太富裕 重新在一個最貧窮的地方的時候 我觀察到在菲律賓 我觀察到在這個陽光 所有人的小朋友 他們可以設計所有東西出來 都只不過是雙手 而做到的東西出來 這是很啟發我 為何他們仍然這麼開心 但如果你沒有一個基本 他們開始自我創法的一個能力 用很多東西的物料去解決 如果沒有我就做不到 其實一路升上去大學 或者你自己做做創作 它本身已經有一個很大的框架 所以我會比較用一個方法 就是要畫實畫 沒有錯的 例如你畫得反過來畫 你用6B、6H 很節省筆的 你自己訓練自己 但我會用一個方法 例如有些學生畫的畫很大 畫得很小 其實我上的13堂唯一是畫 畫很小的主要是畫大 畫很大的麻煩你去縮小 因為你畫開細畫的人 你去到身體這麼大 其實所包容體力 所面對的東西已經不一樣 所以那個方式其實潛移密化 要它去改變 當初也很痛苦 那張畫比他大 有些是很小的 畫很大的 一支筆放進去 一串成一串 一刻就去了 那你就要重新改變你的習慣 你的東西 然後它就會比較有開創的內容 或者是一個方法 還有沒有其他 是 很感謝你們的分享 其實就著剛才的問題 我想再跟進一下 我不知道還有多少是老師 但我也相信在大學裡面 會有一個很獨特的案例 未必是在Coward 可能會有遇到 就是可能你會遇到很多人 你需要去教他創作 但其實他沒有任何的意志 他會成為一個創作者 又或者他開始的時候 會覺得自己是一個創作者 可能到最後發覺不是 我本人也是一個藝術畢業 但我沒有成為一個創作者的人 那麼作為一個教授 以及一個藝術師 你們在遇到這些學生的時候 會不會有些不同的方法 或者是出發點呢 其實或者反過來來說 我自己教學生 其實也可以看一些統計 一年百多人畢業 最後是多少個可以做到藝術師 其實只有幾個 所以我一開始 都不期望他們 一定要做藝術家去訓練他們 只要他們的生活 他們的生命 他們將來所有做的工作 可以比較有創意地去做 或者是能夠思考過藝術家 其實我覺得 如果他們不妨礙之後 可以做到這件事 我已經很滿足 所以他們… 譬如我設計過那些… 他們每一堂做的事情 其實都是跟生活很有關係 所以他們就算… 就算他們是… 只要他們… 譬如我講一個例子 譬如我教教學生 我會叫他們… 譬如火炭開放工作室 去訪問那些藝術家的工作室 你當自己是藝術家 你建立一個展示 你選一些藝術家 去參與一個展示 然後去思考一個主題 譬如這些… 他們會覺得很具體的… 他們會想起自己 好像在購物時也是這樣 當然要再看很多東西 不是去消費 會是… 用一些實際的情況 讓他們看看 他們可以怎樣… 怎樣跟著他們做 或者不跟著他們做 去發揮他們的創意 而且我覺得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我通常會覺得… 要他們覺得那件事是重要的… 有需要的… 他們才會很有興趣去做 所以不會說很乾淨的藝術家 去開始 通常… 譬如我教藝術家 譬如社區藝術家 我會開始時 大家會去看看… 用不同的方法 去看看社區有什麼問題 然後… 如果我們要用藝術家的方法 那可以怎樣使用呢 然後… 有沒有一些其他的例子呢 如果其他的藝術本地 有可不可以應付到呢 從那個需要 或者身邊周圍的問題去出發 然後再帶出一個藝術家 我想我自己也會抱著他們 會做藝術家的心態來教 譬如要… 因為我要抱著這個心態 就是令到… 雖然可能十三週 他可能掌握到 做了一件很好的掃描作品 那你… 將來不選擇了藝術家 你有這樣的能力 那我會覺得… 因為我很怕… 我很怕經常看數據 好像一些藝術家製造失敗者 我覺得不是這樣 大家都是有一個選擇 但是你有這樣的能力 你可以不做 不是人人都走去做藝術家 所以我始終都會抱著這個心態 去準備他們有這樣的能力 我會覺得很大程度是他們轉系 真的 是試過有的 亦有很多不是我們的 是他們上了某些課程 轉來我們 這個情況是他們做的情況 並不是因為他們沒有很大的才能 教育可以給予他們的… 教育可以給予他們的… 我自己都是教育而來成為一個創作人 但是教育就可以成為一個… 你會覺得很好的藝術家是另一回事 其實所有的教育都是這樣的 所以抱著就是… 我不會打算他做藝術家 你來面試跟我說 我很想做設計師 藝術家不會特別給予分 如果他有創作人的部分 他教育的功課 其實可以在相當程度上 我們自己再調節 而令他有興趣 尤其是你看到 Visual Art其實是連聲音都包括的 但聲音未必會包括Visual的部分 開放性是可以很大 但主要就是他喜不喜歡 如果我們教一些有創意的人 所以我們出來的人 他不一定有藝術家 並不是說我們只有兩個藝術家 或者三個藝術家賣畫 而是你會看到 我們有學生阿玲去做DJ 阿玲是我們DJ畢業的 他自己寫故事 寫很多創意的故事 給余真說 你多寫一個 再寫一個 再寫一個 就是再短一點 然後他就進去做 他的主動性 他知道自己的面向反而更重要 但如果他說 我進來之後 發覺我是不喜歡這樣表達的 或者要轉的 其實讀甚麼科目都有這個可能 他就去轉系 我們也試過有兩三個 即使我在一間藝術學院裏教 其實我自己的期望 這個要求 我都不會預料 我的學生會變成 每個人都變成藝術家 其實沒有可能 其實我想說 我自己作為一個藝術實踐者 我為甚麼喜歡藝術呢 其實是對於我自己來說 是那種獨立思考能力 去追求一個思想的自由 那樣東西是最重要的 所以對於我來說 教學生的時候 如果可以教到這件事 這件事可以用到不同的專業 其實 另一方面就是 即使在藝術學院出來的學生 每個人的比例都不是那麼多 但是那個原因不是因為 他們讀完之後覺得 這個不是他們想讀的 或者他們不想做的 而是一些很實際的環境 令到他們… 其實在我們這個世界 這個時間地、時空裏面 在一個很經濟主導的環境裡 其實做藝術家是很困難的 做藝術家是很困難的 所以很多時候 他們沒有選擇去做藝術家 不是因為他們不想做 或者覺得自己不適合 而是客觀的條件是很困難的 所以更加需要訓練他們 有一種獨立的思考能力 不要那麼容易接受一些既定的典範 可以讓他們找辦法 去自己構建一些 另外一些模特兒出來 有否其他觀眾有些想問的呢? 很感謝各位的分享 剛才Shirley有提及過 這個Ratical Pedagogy 我想了解多一點 就是有哪些題材的科目 是比較適合用這個方法 有哪些科目 就是未那麼適合用這些方法 而另外也想當你分享了之後 就了解一下其他講者聽完之後 會不會是在香港的一些教學裡 某些科目都可以嘗試行下這個方法 有哪些科目的意思 有哪些科目的意思 其實是甚麼 因為我教的那間學校 其實裡面也沒有怎樣分辨哪個部份 即是繪畫、雕塑、表演、概念、文術 都是一起教的 其實也沒有怎樣分辨 所以所謂的Ratical Pedagogy 對於每一個門科都可以適合 但好像剛才毛毛有提及的 其實學期最初兩、三個星期 有一個叫做… 甚麼叫做? Practicum 叫做Practicum的東西 就是一些workshop形式的東西 通常都不是由我們學校本身的Faculty教 而是在外面邀請來比較專業的 去教一些很技巧的東西 所以最初那幾個星期 已經教了很多技巧性的東西 讓他們覺得沒有那麼焦慮感 好像甚麼都學不到 如果一開始就慢慢說話 真的有很多焦慮感 那時候之後的學期就可以慢慢聊 就可以慢慢去找出究竟 是甚麼叫做自由地去思想 去思考或者觀察一件事 其實我有點興趣問一下 這個題目方面 因為School of Creative Media Phoebe你教的學院 其實就是可能有很多新的媒體 會否更容易開放開 可以做更多一些 例如說 可能更像Critical Pedagogy的教法 因為那個媒體可以很多樣化 其實我… 關閉嗎? 我們School是 是一些電腦基礎的藝術 會這樣做 那麼… 所以… 因為我知道 在創意媒體中 有一個好像一定要讀的 就是Critical Theory 我觀察的課程中 有很多很好的左翼的文化 等等 我就觀察到好像近年SCM的學生 也會不知道跟那個課程有沒有關係 也會很接觸地想 可能社會的議題等等 所以看看這方面有沒有一些觀察 在你見到學生裡面 是會有關於Critical Thinking的方面 以及他們的創作融入 我自己觀察就是 其實不是我們教 是他們進來已經是這樣的 會是很關心社會 我想普遍香港的學生 他們的社會意識也變得高了 當然,我們的課程會教一些 譬如,如果你是跟一些社會議題有關的 你可以怎樣去想 去發展自己的工作 會有的 最後,我再拉過來Doris和摩波那邊 其實我想最後再問 在你近幾年觀察的教學裡面 如何回應社會的當下 或者拉闊一點去說 或者譬如你觀察近年的學生 會不會像SCM那邊 其實他們本身已經有很多事情想做 是跟社會和社會有關係的 我們這些學生是走得很前的 是本身的一個個性 或者在考進來的時候 因為香港藝術教育 它的特殊性已經不是一個 叫做專業的方法 雖然他們有這個想法 但是學生其實很自願 我找給他們兼職的 甚至現在的工作模式 已經不是準時上班的那種 所以他們取向自由的 脫離社會的模式架構 或者是選擇這科的時候 他們已經知道自己獨立的東西很重要 因此對於整個社會 很多的反應 如果我們有些課題說到這些 譬如我們說Performing Arts 你不可能離開很多關於身體 gender races 其他很多問題的時候 其實他們已經會在那裡 是自己apply進去 或者是自己做的作品也會進去 我記得是 如果我們曾經是因為 我們有一個十年期 在啟德的校園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被政府收回 但你會發覺這班學生 交功課就遲了 上課屬最近的角落 但他們對於自己的認同感 以及對於社會的認同感 以及各方法 是不需要教的 他們就已經是走出來 還籌了六十多萬 那六十多萬在現在沒有用過 他們會賣東西 籌了所有都是他們做的 我們那時候的先生 甚至外面有很多人說 我真的覺得你們來浸會大學 試過藝術學院的學生 是不可思議 我們自己也不可思議 但我相信是因為他選擇這個科目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某些潛在人格 或者自己的家庭背景 或者對社會的價值已經不同 因此他進來的時候 未必是我們很關鍵的樣子 但關鍵的就是 最多是你可能用一個獨立的思考 雖然教的是藝術士 但藝術士裡面有很多推翻前期的東西 然後成立了當代的問題 我想這部分的東西也可能是一個潛移物化 但從來都不會在我們上課裡 直接去指涉的一個方向 再補充剛才問的問題 就是有甚麼科目比較適合 用這個 radical pedagogia去教 有甚麼不太適合 其實我一想起這個問題 我想我們的取向是不會說 你想得出的那些科目 就應該不是很 radical 其實未出現的那些科目就是 radical pedagogia 可以舉個例子 Kalas在70年代曾經請過一些 叫做feminist artist來教 在這個課程中 其實沒有女性主義的理論 或者學科 或者甚麼東西 或者這個… 因為教學科目的理論 就令他們覺得 這個課程中也沒有說這件事 不如我們就自己去做這件事 但是課室裡面也不太適合去教 因為他們想有一個廚房 有一個地方可以塗衣 特地租建另一個建築 去做一個women house 就變成一個歷史 所以可以看到 如果你想得出的科目 其實就不會 radical 是一些未想像出來的東西 就可以鼓勵學生和老師 一起去創造出來 山上有沒有補充 中大山上的氣氛是怎樣 中大氣氛是怎樣 大家都很清楚 其實是兩句 兩句 對 他們都被人表現成這樣 大家都很明白 我覺得 他們本身已經是這樣 所以他們已經選擇了這裡 不是說進來後 你做了甚麼 而去培養他這樣 很天方野譚 培養這件事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也要簡單地說一下 回應剛才的Shirley說 其實他們的學校更厲害 有一個課程 之前開過的課程 你想不到的 《Advanced Drug Research》 我不知道教我甚麼 但是可能要有一個 radical的方法 或者要很開放 很創意地去做創作 就是要嘗試一些未試過的東西 去找一些不見面的東西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會不會 Kristina會再… 其實這個這麼好的一個講座 之後會在網上可以再評論 大家留意 繼續留意 Mplus的網站 就是這樣 多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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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